另外一个跟钱有关的讯息影响到的民众就更多了 这是针对信用卡循环利息的计算方式 银行工会跟消保团体今天达成了共识 未来将只会对未缴余额的部分来计算利息 而不是用现行的全部刷卡金额来计算 这项方案如果正式通过 国内多达130万使用循环利息的持卡人都可以受贿 信用卡的循环利息因个人信用程度不同 而有所差别 不过只要没缴足全额 循环利息一律都依照刷卡的全部金额来计算 也就是说刷了10万块 虽然缴了5万元 但利息还是以10万元来算 让持卡人很不服气 花多少就缴多少钱 那没有道理 就是说我明明没花这个钱 但是我还要缴这个钱 消保团体不断施压 忠于银行工会愿意来讨论 周二的公厅会议出不取的共识 将来循环利息将以未缴纳的余额来计算 要所有银行全照办 还得经过银行局内的程序 最快过年前案子可送出金管会 如果方案上路将加汇国内130万名 使用循环利息的持卡人 每个月可少缴一半的利息钱 不过循环利息仍然以入账日来计算 消保团体认为 这对持卡人来说还是不公平 入账日跟缴款日 大概最高的差距会超过40天以上 以超多缩了40天 银行工会的统计是 占他全年利息收入的17% 今天不使用循环利息信用的人 只要他在缴款日缴完钱 他是不需要付任何利息的 那使用循环利息信用的人 也应该有同样的待遇 近来几个月国内信用卡发卡量都有成长 欠账金额也在增加 显示国内信用卡市场很活络 萨宝团体表示 银行在赚取利息营收同时 消费者的权益也得顾及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